我們天下共同執行長 吳萬寧 吳執行長 還有我們未來城市 我們的總監 陳方毅 陳總監 還有我們CSR 天下我們的總編輯 黃昭勇 黃總編輯 還有我們今天很多的貴賓 包括很多的好朋友 謝謝 那你們來聽我分享 整個嘉義縣 那整個所有的這些老人照顧 相關的一些想法跟一些政策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做一個報告 那整個嘉義縣 我們希望能夠建立一個長壽的 一個新樂園 那大家對長壽跟新樂園 應該老一輩的人很熟悉 因為以前台灣的購賣局 就出過一個長壽園跟一個新樂園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治理 能夠讓嘉義縣可以變成一個長壽的 一個新樂園 那這一夜我們大概把整個嘉義縣 各鄉鎮市 那現在老人人口的比例 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那嘉義縣大概是除了澎湖以外 那現在台灣本島老年人比例 人口最高的 我們的老年人口比例 高達到21.96% 那大家看到 這邊有15個鄉鎮市 那老年人口 都是20%以上 那其中我們看到六角鄉 鹿草鄉跟一竹鄉 它的老年人口比例高達28%以上 那這個大概就是所謂的超超高齡的一個社會 那大家知道實際上從2018年以後 大概整個嘉義縣出生率跟老人化 產生一個非常大的逆轉 那這樣的逆轉裡面我們看到了 那實際上像去年嘉義縣 整個過世的老人家 大概達到6200多人 那出生的小孩子大概才2600多人 所以基本上 在這樣的一個出生跟死亡 大概就相繼將近4000個人 然後再加上所謂的這樣的一個 鄉下跟都市這樣的一個拉力 所以我們看到這60年來 整個嘉義作為一個農業縣 產生的老年人口比例相當的高 這個大概就是整個台灣的所有的發展 那農業縣所呈現出來的一個狀況 好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底下 那如果對整個嘉義縣 稍微有一點理解的人 我們大概就知道 看到鄉下叫做鄉陶 那都是部落 那以前在農業社會裡面就是集村 所以你會看到鄉下 你開車開了一段時間以後 都沒有看到任何的人口 突然間到這裡一個鄉陶 這個就是所謂的聚落 那這樣的一個枕頭裡面 實際上老人家要出來 那涉及到很多的交通 不一定那麼方便 所以我當縣長以後 我著重的就是所謂的村裡的涵蓋力 所以從107年我接任 當時的村裡涵蓋力35% 那經過幾年的努力以後 我們現在的村裡涵蓋力達到68% 那嘉義縣一共有357個村裡 也就是有224個村裡 現在是有所謂的老人照顧相關的問題 那這個也是因應於嘉義縣的特殊的地理的環境 跟居住方式 所以我們希望它能夠有究競性 可經性跟方便性 那在這個部分 我們嘉義縣目前為止 有一個計畫正在推動 叫做精準運動 那大家知道實際上 我們結合中正大學 嘉義大學跟南方大學 那我們希望能夠訓練 所謂的精準運動指導員 那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訓練了54個人 那大概上個禮拜 我們又開始招募 又要訓練50個人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些精準運動員 可以到100個社區 然後教這些老人家在據點裡面 怎麼樣做到所謂的精準運動的 專業的一個指導 那實際上嘉義縣是一個生產基地 所以很多人都過度勞動 那我基本上跟他們講得很清楚 那勞動跟運動是不一樣的 那透過這些所謂的精準運動員 那他們身上 那有一些必須要去運動到的關節 或者哪些地方有腰痠背痛 能夠透過這些專業的指導 那我們可以做相關的訓練 那這個部分我們為什麼跟學界結合 最主要是我們希望能夠做前測跟後測 那透過學界裡面 那導入學術的這樣的一個基礎 那實際上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實驗性的計畫 那後來經過前測後測以後 我們發現這些老人家 經過這樣的精準運動 他們平均的年齡在3個月以後 大概年輕了4歲 那現在目前為止我們大概全力在推動 整個嘉義縣的精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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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段這個影片喔 是我們在做相關精準運動的一些狀況 上面在指導的就是所謂的精準運動指導員 這個是要訓練而且可以拿到證照 再來是我們也給我們的長輩一個觀念 健康來自於自己不能夠依靠別人 也不能夠依靠醫生 所以我們有一個節目叫做 透過地方的有線電視台 叫做地處夠健康 那這樣的節目 實際上現在很多老人家 在家裡面的客廳看的 就可以跟著一起做 那這裡面我們大概 有10分鐘是帶大家做操 那其他20分鐘大概就是所謂的 一般的健康觀念 那包括一些營養的觀念 透過這個電視節目能夠操作 現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整個 幾乎每天都在播 早上的7點到晚上的都有在播 換右邊 擺右邊 腳彎 嘿 擺下去 上 GO 合 腳彎彎 上 最後一次 好 到胸前 還有一邊 GO 下 上 GO 那再來是我們針對據點 那我們有一些營養師來指導 有關於相關的餐飲 那大家知道實際上 飲食是一個習慣 飲食也是一個文化 那年輕的時候可以吃的東西 並不代表年老的時候可以吃 所以我們透過所謂的營養師 到我們所謂的剛剛所講的 224個村肉裡面 有很多老人據點 我們希望由他們來指導 他們有關於營養方面的事情 那我們也評選了60間 透過頒獎 讓他們知道 他們有遵守相關的營養規定 那有加油好食堂 那我們有拍攝的48部 營養宣觀的一些影片 那都會在據點裡面播放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然後來指導 大家有關於據點方面的問題 再來是藥師 大家知道實際上老人家吃藥 都吃得非常多 那這些藥到底有沒有什麼東西 是不該吃的 或者可以整合的 或者他用藥的時候有一些 所謂的錯誤的觀念 那我想很多人每天早上一起來 就跟藥為伍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跟60間的藥師合作 然後整個所有的 在據點裡面 那透過諮詢 讓他們能夠知道相關的用藥 那大家看到他們手都撒嘎機 這個是我們衛生局送的 裡面有一些藥和相關的東西 給他們做相關的這個 帶回去可以用 那再來是嘉義縣 有一個非常獨特的 因為嘉義縣的地理環境非常的廣 所以我們有相關的這種 所謂的叫做複合式篩檢 那這個大概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叫做送健康到村裡 也就是我們會在村裡裡面 那我們的檢查車子會過去 那透過這些所謂的檢查項目 幫他們做身體健康檢查 那檢查出來的相關的後面的數據 我們會聯絡 那如果有狀況的 我們會跟他希望到大醫院再做複檢 所以這個就是要做送健康到村裡 那從108年到112年 我們一共檢查了65059個人 那另外一個叫做複合式篩檢 這個是比較大廠的 比如說上一次我到水上鄉 那去參加這個篩檢的人 大概將近1500個人 那這個是每一個鄉鎮裡面 比較大廠的這個所謂的篩檢 那大概檢查的項目有40多項 這個東西如果自己花錢的話 大概一個人要8000塊的費用 那我們只要符合所謂的政府相關補助的 我們就會去幫他申請錢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由我們便利預算 來做相關的處理 那這樣的一個大廠的這樣的一個篩檢 我們一共到目前為止 服務了25155個人 那這裡面我們包括所謂的新房戰動 這樣的一個實驗計畫都帶進去 聽說新房戰動的部分 跟中風有相當絕對的關係 所以很多人不曉得自己新房 有相關的一個戰動 那今年實際上我們最重要的 那再處理一件事情 就是骨質疏鬆 包括所謂的積掃症 因為老人家只要積掃了 就很容易跌倒 就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做積掃症方面的檢測 再來嘉義縣 那服務院很廣 所以我們有大概5個鄉鎮 連牙醫都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到 雖然我有做所謂的老人甲牙的補助 那現在已經有18000多人了 那已經有受到我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但是啊 有些地方的牙口真的特別的差 比如說像阿里山 大家知道阿里山要下來看一趟醫生 開車要開一個半小時 然後再回去又一個半小時 那如果說牙齒的話 也不是一次就可以看好 有時候你做一個假牙 至少要來5次到6次 所以到時候乾脆啊 那邊牙齒那麼多顆 那所以壞掉1、2顆 3、4顆、5、6顆 7、8顆都還沒有問題 那所以 到最後我做這個補助了以後啊 我就發現到 哇 這些沒有牙醫的鄉鎮啊 那個牙口真的非常的差 那原本啊 我是用所謂的桃園市啊 當做模型 去計算我一年大概要花多少錢 結果我後來發現到 我這樣的模型計算是錯誤的 因為我大概以為我大概一年 一任4年大概3億就夠了 就到現在 花了將近6億 所以嘉義縣因為衛生條件差 包括過去早期的醫療的不平均 確實造成了很多我們的鄉親啊 那整個身體的狀態 跟一般都市比起來是沒有辦法比較的喔 那所以我們就有一個叫做行動醫療車 大家看到的圖的下面啊 有所謂的診療間整個帶上車 那跟牙醫工會合作 整個到偏鄉裡面去做牙齒的治療 再來是我們有一個叫做管路安心計畫 那這個管路安心計畫大家知道 實際上嘉義縣的老人家 大概有一些是有鼻胃管 氣切或者是尿管 那這些有管路的人 當他在家裡面出現狀況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送醫院 那比如說鼻胃管拔掉了 他就必須要把它插回去 但是有時候是牢牢照顧 或者是外籍看護工在照顧這個老人家 那嘉義縣的交通又不是那麼方便 所以就會產生很多的困擾 他要拜託鄰居的年輕人 拜託很多親戚來幫他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就委託的兩家居家護理所 山區一家 海區一家 只要你有這個狀況 打電話24小時服務幫你去處理 有關你這部分的困擾 那實際上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服務的處是一共1629次 那服務的人數大概801個人 那這個曾經我接過一封感謝信 有一個大家知道嘉義縣人口外流 所以過年的時候大家都會回來 那大家忙著在煮所謂的年夜飯的時候 突然間他爸爸因為有鼻胃管 所以3點多的時候把那個鼻胃管 把他拔掉了 那他特別寫信來感謝我 他是說如果沒有這樣的服務的話 他們家原本的就要派一些人 載他爸爸到醫院 然後又經過一些奔波以後再回來 那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政策 所以他馬上在家裡面等 就有人可以幫他做處理 那再來是外籍看務工 倒載訓練計畫 那每一個看務工所照 照顧的個案都不一樣 有的比較複雜 有的不複雜 那有的是需要做相關的 這些醫藥的副理 比如說洗腎 那相關的很多東西複雜度非常高 所以我們的照管專員 或者是老百姓認為他們有需要 那可以打電話進來 或是我們自己評估 那如果有需求 我們就會請護士 請歡迎 直接到家裡面去幫他 做相關的這個所謂的指導 而且不是指導一次而已 可能要指導個兩次到三次 讓他實作給你看 然後那個通意啊 就會把護士所交的重點 把它用他們國家的語言把它寫下來 所謂SOP的相關的這些文字 然後會把它貼在 照顧老人家最明顯的床頭 或在什麼地方 那提醒他們 那這個是所謂的外籍看務工訓練計畫 那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訓練了1216位外籍看務工 另外一個是我們推動友善寺廟 大家知道實際上寺廟對鄉下人來講太重要了 很多老人家心裡面的痛苦 很多老人家心裡面的安慰 必須要託過三根香 然後跟他所相信的神明講話 但是寺廟裡面經常有一些做倫理的 或行動不方便的 他沒有辦法去 那所以就會造成他的小孩子 有時要載他去寺廟 享受他自己的父母親 基本上也不方便 所以到最後也懶得載父母親去 因為去的話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推動了友善寺廟計畫 能夠做某些無障礙 那現在嘉義縣合法的寺廟有421座 我們已經完成了386座 完成率是91.7% 再來是 鄉下有很多你看到很多代步車 那這些代步車經常會在路上走 那實際上非常危險 因為它的高度不高 所以我們就推動幫代步車可以穿上緩關背心 那目前為止 那透過鄉鎮施工所 那我們已經 總發放的數量已經達到2278件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 作為能夠讓它的安全性可以提高 那再來是有關於私自系統的一個照顧 那嘉義縣集共有29個私自據點 有三個私自的共造中心 那主要是大型醫院 我們的嘉義長庚 大林池祭還有灣橋榮民醫院 那再來是我們在西口有見過一個互助家庭 有一些私自者 他的家庭 整個在那邊可以聚會 分享彼此之間的經驗 包括分享彼此之間的挫折 那這個地方弄得非常的和樂 而且大家一起煮東西 給大家共同的老人家吃 那這個是所謂的互助家庭 那另外我們也跟郵政合作 那我們拜託郵差 如果說你去地方上跟這些老人家 在送信的時候 當你有發現到某些個案 看起來有一點失智的傾向 那也希望他們趕快跟衛生局通報 那衛生局可以去做評估 那到底能不能要不要去做相關的這個處理跟治療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的私自者家屋 包括相關的這些籌建 那都已經即將快要完工 那再來是這個是政府的相關政策 就是日間照顧中心 面對所謂的初步失能的老人家 那嘉義縣按照政府的一國中一學區的 這樣的一個日間照顧中心 那現在我們的覆蓋力到80.77 那現在還有17間在做所謂的籌建 那不只是一個國中一個日間照顧中心 那現在會超越 那所以我們涵蓋力可以達到96.2% 那大家看到底下的照片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日間照顧中心 那基本上現在的設備跟狀況都非常的好 那這是一個以前的舊淹廠 那把它改造而成的一個日間照顧中心 那再來是家庭透顧 那我就練的時候是只有一家 那目前為止已經拓展到23家 那透過所謂的照顧4個人以下 然後能夠做所謂的個別的家庭透顧 那這個東西會很溫馨 而且它本身跟整個所有的地方的連結性非常的高 所以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設計 我們來看一段影片 我姑姑呢她在台北當護理師 她說明哲啊 我們一起在明熊做假托好不好 你從事服務業那麼久 應該學蠻快的吧 下午才不會搭 太多長輩太多家屬不願意讓長輩入住機構 居家服務時間又不夠 所以呢我覺得假托有個非常好的一個特色 就是一到五的白天 早上的八點到下午五點到六點 這樣子對大部分需要外出工作的家庭照顧者來講 長輩呢這段時間能夠有個安全的探視 那我們能夠提供的服務也會比較多元 今天一整天喔 我就覺得他們來的時間好少 因為他們來我在家裡有班 我又不用出去外面上班 他們也有班 你們白天年輕人可以去上班 晚上的話爸爸媽媽他們都回到家裡 你們又可以一起生活 就這樣子啊 這就是假托啊 好 這個就是家庭托顧 他有他的距離的可進性 那包括老人家沒有離開那個村莊 那所以基本上會有比較親切感 那包括有心想要去做照顧的人 那基本上我們就看到那個年輕人 那非常的用心在照顧 好像自己的阿公阿嬤一樣 那再來是有關於老年就業職缺的開發跟媒合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大家知道 現在大家壽命越來越長 那實際上很多人退休了以後啊 還非常年輕 而且現在很多50歲就退休了 不一定是65歲啊 那所以他可能休息一兩年以後 他發現到他又想工作了 所以我們現在透過服務徵才 那開發職缺啊 我們已經成功的媒合142個人就業 那跟大家大概就是所謂的老年的職缺的開發跟媒合 再來有關於我們最近大概會成立一個叫做CYC 1717的銀髮舞團 那CYC就是嘉義縣喔 那1717是我們海選25個老人家 全部加起來的年齡就是1717歲 那基本上我們透過年輕人教他們跳街舞 那我們希望透過海選挑選出來的老人家 那可以透過所謂的年輕的專業訓練 那成立這個舞團 然後讓人家感覺到老年人不一定 只有跳廣場舞 也不一定只有跳土紅舞 實際上他是可以展現出他的活力的 那這個東西最近我們已經成立了 大概在12月就會展現他的成果 那實際上整個剛剛的介紹 是把嘉義縣目前為止整個所做的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基本的思維跟觀點我想再重複一遍 嘉義縣是一個非常遼厚的地方 從阿里山到海邊的布袋跟東石 那基本上大概開車的話 將近一個小時40分鐘到50分鐘 那每一個地方都是聚落 尤其山區的話又更偏遠 又聚落跟聚落之間的距離更遠 那所以要怎麼樣去符合這樣一個聚落的性質 怎麼樣強化社區的能量 讓社區可以自動起來照顧自己的老人家 所以我大概就練以後我注重的是涵蓋率 跟所謂的讓政府的長照政策 或者是縣市政府的政策 能夠就近就可以照顧老人家 那也就是說他踏出他的家門 就可以享受到政府的相關的一些福利授施 這個大概是我們的思考 那第二個就是嘉義縣確實有很多 醫療的不平均 那這個醫療的不平均 確實是要透過行動醫療車的方式 來達到讓老人家可以 不至於舟車勞頓 達到所謂的讓自己了解自己身體狀態的一個效果 那再來是怎麼樣展現整個嘉義縣的老人的活力 這個大概也是我們非常重視的 那包括精準運動 對我們來講 把運動的觀念提升到精準 那能夠讓學界合作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在思考的 那另外一個是 因為我照顧我爸爸媽媽 所以我特別提出了幾個重要的政策 把它劃為政府的政策 從管路安心計畫 外籍看護工訓練計畫 還有友善寺廟 這個大概是我就練以後 因為照顧我爸爸媽媽所累積出來的經驗 那雖然我爸爸媽媽已經過世了 但是我把這樣的經驗劃為政策 那由縣政府來做規劃跟執行 那我想跟大家做以上的說明跟報告 我們的努力 我們希望能夠建立一個 讓老人家出了家門 就可以享受政府福利設施的 這樣的一個友善城市 那我們希望我們這樣的努力 跟大家做以上的報告 也希望大家共同來做指教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